在黨主席蘇貞昌帶領下 兩位黨主席候選人蔡英文和郭泰玲 先禮後兵握手展現團結氣勢 但當黨主席究竟應不應該同時參選公職 雙方看法 南圓北撤 我主張 民進黨 我們當黨主席要來做黨主席的人 要專制 扮演好作 教練和選手 分工的工作 民進黨的黨主席不能參選聯合共進 姓蓋生 在當年也有元帥東征 帶著整個黨的祝福去花蓮去選立委 2010年我當任黨主席 但是在黨的期待之下 在黨員的期待之下 在黨員的祝福之下 我也去參選了新北市的市長 帶動了2010年整體的選戰的氣勢 那麼每一個階段 每個黨主席都有他的角色要扮演 扮出前主席和自己過去的參選經驗 蔡英文強調當黨主席和參選公職 一點都不衝突 但現階段民進黨得優先重建 和公民社會的良性互動 民主究竟可不可以當飯吃 我在很多的說法裡面 我倒是聽到了一個說法 是蠻貼切的 他說民主就像空氣 空氣不能當飯吃 但是如果沒有空氣的話 飯也就不必吃了 一個年輕的時代 我們也讓他們有一個機會 可以自己組織 形成公共議題 參與整個劫策的過程 我們要打開這個政堂的大門 讓公民社會走進民進黨 也讓民進黨走向社會 我們跟公民社會不需要 是一個領導誰的問題 而是一個夥伴的關係 為了台灣的民主運動的付出 對抗北公不義 怕死不得 這就是當外的精神 這個平白的隔斷 是瘦於專民的煮膳 不是派黑的才騎 蔡英文訴求貼近人民心 郭泰林涵保存黨外價值 民進黨主席改選 五月二十五號 將舉行黨員投票 下屆黨魁由誰出現 屆時見真章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